十多种中药卤制的猪脸颊肉 下锅油炸 再用四川进口的干辣椒花椒 炒出香麻滋味 搭配V胖口感更有层次 一上桌时充满鲜气 让顾客好惊喜拍个不停 店家创意取名 顺脂生鲜骨 它有自然味道很香 我觉得吃这个忽然想到的蒙古包 然后在草原里面那种氛围 这样很好吃 另一道蒜香纸包鱼 同样下足功夫 一斤半重的金木炉鱼 清蒸最能吃出鱼肉鲜甜 淋上以蒜末为基底的辣椒酱 上桌时滚烫汤汁不断沸腾 这时候趁热加入大量香菜和葱花 美味度再提升 纸包鱼是我每次来必点的 它的鱼很鲜 不会有这种土腥味 或者是过多香料的味道 去盖住了它鱼的新香味 这个我觉得是这家店的特色 店内墙上挂满名人和赵汉签名 艺人五月天 贾静雯 美食家徐天玲 都是做上宾 名气不在话下 但老板娘露露坦言 六年前开店初期 一天只上门两桌顾客 曾经让她好气馁 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 一开始会觉得说 这边看起来人潮很多 但是没有去了解 这边的生活商圈形态 其实露露过去做的是不动产投资 因为遭遇金融海啸才决定转行 由于公公是四川人 她要学会川菜基础并不难 只是万万没想到 附近人潮都是上班族 中午吃饭讲求速战速决 于是她改变策略 先改卖川味面食和小菜 等到累积稳定客源后 才重新修改菜单 并定期飞往四川考察 带回当地火红的江湖菜 川菜的面貌是非常的多样化的 像千变女郎一样 半年拿一年的时间 到除了拿回去拿原物料之外 还可以看一下 现在市场上流行吃什么 露露也透露 由于川菜技术含量高 包瓜 泡椒 酸菜 豆瓣等七成食材 必须手工自制 才有办法把味道做得到底 用时间和毅力 小店成功在巷弄内毅力不搖 东正 彩虹 我猜要打 邱清辉 台北报道